新店某社区保全在大年初二在站上时突然失去了意识心跳停止 消防队接获通报后赶底现场进行CPR 随后就将病患送往新店更新医院继续抢救 最后终于救回了移民 更新医院也特别为病患举办了重申庆祝会 大年初二小五四点新店某社区警卫在站上时突然失去意识心跳停止 同事发现后立即通知消防局 消防队员接获通报赶底现场接手进行CPR 在陈南辉复议事后立即送往新店更新医院救治 病患在江户病房观察三天后转出普通病房 更新医院二十二号特别为陈先生举办的重申庆祝会 陈爸妈也来到现场感谢消防医护将儿子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 下午四五点人家来接我的办事后 看到我人已经躺在那个班哨里面 然后就就那个消防人员就来把我急救 救护人员帮助我们实在太好了 他们真的我很感谢谢谢他们 当天魏晨先生进行CPR的新北市消防局救护员刘明珍与陈兆生表示 能够看到病患意识清醒就是对救护员最大的鼓励 患者在倒地四到六分钟的时候脑细胞会开始受损 那进一步会开始造成脑死 那如果说大家能够尽早的打119 那并且尽快的施行CPR的话 可以对患者的存活率可以有大大的提升 由于陈先生是乌来太阳族人 新北市议员马健还有新北市原民局局长刘美金 也特别准备了礼物送给陈先生庆祝他重生 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能够长期这么样专业 而且认真的训练队员不论在救灾或者是救护 能够及时的做出处置 然后让我的族人能够重获新生 那第二部分我要感谢更新医院 跟我们乌来在地长期合作 所谓的这个IDS的计划 还有远端视讯的医疗系统的建制 更新医院院长林恒一指出 在救护车到院前 更新医院已经透过MER远端视讯 做好急救准备 另外借由IDS远距医疗服务的 云端病例资料 确实掌握病患先前病例 到院前他们就开始启动所有的急救措施 那我们这个case也正好是 我们乌来IDS医疗网的一个病患 所以我们透过跟我们确认证 我们透过医疗网 很快就抓到病人的所有的情况 那我们的急救人员也在急救室等候 今天来这边 然后看到陈先生有这么好的复原 我想就是给我们救护同仁最大的一种鼓励 藉由陈先生的案例 消防局也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一定要掌握黄金抢救时间 拨打119 继继续声频 这门奇异新店财宝报道 感谢太子 谢谢大家 感谢太子 感谢太子